是 我不要脸 不过 郡王你当着自己王妃的面 对着那么多人说出 你是为了别的姑娘来赵云山的 你就要脸了 安清嘛 我正好知道 也见过两三次面 那可是一位又有才华 又长得十分俊俏的姑娘 本王 哪里知道安清长什么样子 王妃 安姑娘不见了 什么 刚才有几个姑娘来说 他们去找安清给王妃传话 却发现怎么都找不到安清 小姐 张宁 小姐 姑爷呢 姑爷 姑什么爷 什么姑爷 为了别的姑娘急得脸色都变了 这会儿找她的心上人去了吧 张宁 太好了 你没有嫁给肖世子 我真听你开心 而且郡王好厉害呀 还这么护着你 哪里厉害了 很厉害了呀 有他在 赵如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 刚刚郡王的确是护着小姐了 大爷说了 是冲着安清来的 安清是谁 凤姑娘 你知道安清吗 安清啊 知道 长得可好看了 不过 跟张宁不是一种类型的 张宁长得特别美 还是宁宴大气的美 嗯 但是安清呢 是那种 灿若桃花的娇俏 郡王喜欢那种娇俏的小姑娘吗 小姐这段时间 好像只是能干和厉害 可不娇俏啊 看小姐这样子 在郡王面前肯定不会撒娇 那以后小姐 怎么跟安姑娘争宠啊 唉 你们先回别庄去吧 我还有点事要去做 快让开 快让开 谁啊 来我们的马车 赵宁 这么急着走啊 你 你上来干什么 你放手 傅赵宁 你是不是疯了 我疯了 我疯不疯 就看你们老不老实了 你想干什么 赵宁 你怎么会成了郡王妃的 那萧世子怎么办 这跟你们有关系吗 哦 对了 我记得我成亲那天 可是你们两个人送嫁的呀 所以 祖父给我的嫁装盒子呢 这 什么嫁装盒子啊 我可不知道 就是 赵宁 老太爷都病成那样了 家里多少银子都看病买药用光了 哪里还有余钱给你准备嫁装 看来你们这是不想老实了 我们说的不是实话吗 附加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啊 还想着有嫁装呢 是不是白人做梦啊